压,压,不行,升起个人 你保持着跪低了 你没有上没有下 你压实了做一系列的动作,但是你没有上下 没有上下,你就做不到 我们运球投篮,最重要是什么? 接完,冲,压下去,然后升起射球这个动作 如果你没有上下,你做不到那样东西 再来 1.5Motion,另外就是你那个动作里面 必须要有 Fake,然后 运球,之后投篮的动作 我们今天这个练习可以改善到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练习到我们上抽的力量 还有运球投篮的减摺 第二,就是之前我们说过 2Motion,我们经常会把脚子黏在地上射 很难去控制力量 这个练习都可以改善到2Motion的时候 脚不离地的投篮习惯 温球投篮大家做不到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人在温球的时候 波,很容易污了向前 你这个头向前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难再调整 如果你是以前2Motion的话 人向了前,你拔回后 其实都还做到 1.5Motion,我们没有向后抽的动作 你记住,我们不是这样向后抽的 我们是抽上去的 所以当你人重心往前的时候 力量是会大打折扣 你突然间会大针 我们怎么练习呢 首先,将你往前的重心 去拉回后 先将你的核心 在我们的胸骨 最低 向下 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的胸骨 最低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核心的所在 你举手的时候 会拉扯到这里 有些像是横甲膜的感觉 那我们将这个位置升起 升起 然后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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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运球 压运球的时候 看着 我们不是脚不动的 我们是要 压 脚动的 升起 压 拉高 压 压 明白吗 我们要这样向后运球 向后运球 升起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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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在前的时候 我们两个手去接球 然后 将这只脚 抽起 这只脚是跨栏式跳跃 跳 好像跳上一级楼梯的感觉 整套动作看着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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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 跳起 然后射个球 明白 再看多一次 球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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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起 射个球 明白吗 抽起的时候 你记住你一定会抽动到核心 再慢动作看一次 压 压 压 抽 然后射个球 你这个人重心没有往前的时候 其实你抽起就很容易用到抽动核心这个力量去射球 好 高 压 停 你没有压的 你只是 蹲低了个人 明白吗 你要拉高 记住 压 拉高 你不拉高 没得 压 第二次的 明白吗 拉高 拉高 停 中前了 这里没有升值 再来 压 拉高 拉高 右脚没有升起 刚刚呢 你要记住我们抽的时候 压 压 压 抽起 你有这个夸动的动作 你刚刚这样而已 明白吗 压 抽 明白吗 你要抽高自己 再来 高 压 压 不行 升起个人 你继续跪低了 你没有上没有下 你压实了做一系列的动作 但是你没有上下 没有上下 你就做不到 我们运球投篮 最紧要是什么 接完 冲 压下去 然后升起射球 这个动作 如果你没有上下 你做不到那样东西 再来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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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起 OK的 再来多一次 Go 球 压 压 停 升起了 又没有升起了 再来多一次 你不是保持着脚坐低的 你现在保持着脚坐低 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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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然后射球 明白吗 好 再来 升起 升起 抽 不是抽高 你抽前 这个也是第二个误区 我们不是抽前 记住 我们压完不是抽前 我们是压完抽高 明白 你可以呢 这样大动 你一开始可以先大动作 大动 明白 你会练得熟一点 就不要那么细 你那么细就会变了往前 压完的了 压 抽高 抽高 没有抽高 再来 对了,好一点了,明白吗? 但是你就是了,用手指抓住了球,再来,这里 Good,OK 这个练习就可以解决到之前说的两样东西了 第一,我们怎样可以运球的时候,将自己的核心带动 练成一个习惯 第二,就是练了黏地下射 因为抽高之后,你很自然就会用手带动整个身体往上跳 记住,核心是收紧的,这里是向前的 不要污了进去,污了进去,其实头就会往前了 当你升起核心的时候,头会拉回后的 所以你记住,你的头不能让自己往前 那你重心就不会往前,你射球就会容易很多 好,今天结束